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欸欸欸 豬腦袋你怎麼了 什麼 參加大摩頭共嘎戲喔 好好的股票不做 非要怎麼樣逆勢而為 我們知道唐币黨居的故事 什麼意思老船長 就說你都不讀書嘛 螳螂的手臂叫唐币你聽不懂 唐币黨居 居在以前來講就是車啊 你拿螳螂的手臂來要把車子給擋住啊 你覺得呢 最後是怎麼樣 我看整隻螳螂都被碾臂了 意思是什麼意思就是 你要量力而為順勢操作嘛 你不要自己以為自己是怎麼樣 是神啊 對不對 啊這個盤要崩啦 對不對 要轉空啦 只有我知道這個轉折啊 是怎麼樣 會發生在什麼時候 要帶所有會員啊 要股票賣光光 等一下等一下 欸就是這個點 為了誰的名要賣光光 因為一堆股票全部殊死套牢了 利用這樣的一個手法 叫會員全部股票出清 然後告訴他們 外星人要攻打地球了 這個盤要怎麼樣 要大崩跌了 要逃命 會員一聽 哎呀 雖然參加會員 這個交了會費輸死啊 但是老師好棒啊 還告訴我們外星人要攻打地球了 對不對 要崩盤了 但是全市場看過來看過去 怎麼沒有人知道 因為我的老師是神啊 對不對 只有他知道 好 那股票賣光光 反手放空 嘎嘻 很簡單啊 投顧老師的手法騙數很多 當會員的股票套了半死 而且一缸子的時候啊 怎麼辦 就用這一招嘛 我在投顧業多少年 我還看不出來嗎 對不對 但是還好有個節目叫做怎麼樣 古海老船長 我事先告訴你們 不要怕 這個盤還是多頭市場 我也沒有講 沒有講 每一個觀眾先賠 五億八千萬新台幣啊 那最後誰說了算 市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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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看到沒有 我說啊 你把這個縮小來看嘛 時間拉長來看 這都在上面 這不是多頭什麼頭 對不對 那 這裡一定有人告訴你要崩盤 叫你放空嘛 對不對 股票全部賣在阿呆股嘛 我不是拿這給你們看嗎 你這樣看一下喔 你長得像不像他 來 我們請照最近喔 你看看你像不像他 還是這個是像你的老師 對不對 叫你把股票殺在阿呆股啊 這裡啊 這裡啊 看這邊 這裡 這是阿呆股嘛 有沒有 那你空阿呆股 兩天嘎七百點上來啊 是不是 所以我常講 抓轉折是神仙在幹的事情 我自認為我沒有這個能力啊 但是看趨勢我看得懂 多頭 了解 再一次 One more time 抓轉折 我無能為力 不要來找我 但趨勢 就是多頭 我看得懂 我不會帶著會員去抓轉折 結果變夭折啊 不是嗎 你這邊股票賣光光賣阿呆股 反手放空然後怎麼樣 嘎上去 沒有下來啊 怎樣 你現在以為下好離手是不是 怎麼會這樣子啊老船長 我不是講了嗎 我說台積電已經超跌了 對不對 我昨天坐在這邊 全市場沒有人敢講台積電好 我說什麼 我就看好它啊 跌要怎樣 我就是看好它嘛 昨天在這裡嘛 今天跳上來漲20塊嘛 你去看全國所有的節目電視加網路 你去看 昨天 只有一個白癡加笨蛋的古海老船長 對 是我啦 海牛啊 跟你講什麼 台積電看好 老船長外資天天賣 外資 你們發音真的很糟糕耶 連普通話都說不好 跟我念一次 外資 外資 聽得懂吧 台積電漲到680幾 外資看1000啊 那他幹嘛天天賣啊 所以我跟你講 常常把外資放在嘴巴裡 做股票看外資怎樣的 那個都是巴流的分析師啊 你們看我從來不這麼講 我管你什麼資 我也沒有在看什麼投信啊 什麼法的 我告訴你 就看趨勢 台積電叫做全世界第一 它可以短時間落難 但它不可能長時間不好 這國小一年級 我交一次就會了嘛 我還說過 只要在節目上罵台積電 說台積電不好的 都是巴流的分析師啊 你今天跟著分析師交了會費 要買股票 要投資 你問他台積電好不好 分析師跟你說 啊不好 這分析師 兩種可能一個不專業 另外一種就有課藥嘛 你課了藥 腦神經有問題嘛 那我來市場投資 我買全世界最好的股票 錯了 是不是啊 神經病 你長期投資台積電 你就是富豪 為了誰的謎 配股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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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前到現在一張變幾張 你知不知道 不懂齁 不要在節目上 為了自己要遭受會員的利益 胡說八道 那我老船長怎麼跟你們分析 我說台積電 它如果上來的話 各位觀眾 你注意看喔 這個距離非常的大嘛 距離前高 那如果台積電真的又恢復到這個水準 你認為台北股市啊 你認為啊 會漲到哪裡 這邊會不會過 現在跌下來老船長 現在跌下來是因為 二烏戰爭 烏二戰爭 二烏戰爭 烏二戰爭 那又怎樣 系統風險 沒有人算得準嘛 但是我也教各位 系統風險來的時候 你只要手上抱的股票 是很直優的 你就不用怕嘛 因為外星人不會永遠在打仗嘛 這樣講可以吧 那不然不要做啦 你每天都在擔心 那明天會不會擔心地球要爆炸 所以不該想的事情 你就不要去想 你把你投資之道做好 長時間看 你鐵定贏錢啦 但是台灣的分析師不這樣子耶 什麼股票漲就告訴你什麼股票好 對不對 或是怎麼樣 一跌就告訴你這個盤要崩啦 是不是要向下啦 那就像我講的嘛 對不對 叫人家買這種股票嘛 輸死啦 趕快砍掉 對不對 砍掉裡面 這是其中的一隻而已嘛 砍掉 然後怎麼樣 大盤要崩盤啦 我們現在做空啊 欸 就忘記有宏達電的事啦 節目又可以重新表演了嘛 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甘願做豬腦袋嗎 你知道這種節目的收視率還很高 再一次印證我股海老船長講的 股票市場啊 別的不多啊 豬腦袋特多啊 錯到幾點了 還一堆人怎麼樣 按讚收看 兩個字活該 講什麼呢 人家有拿槍壓著你 叫你去按讚 叫你看節目 叫你相信 甚至叫你參加會員嗎 沒有嘛 你是一個大人呢 這麼簡單的一個騙數 老船長在教你們破解一下 還有人要上當 那活該嘛 那不然是什麼呢 對不對 我跟你講過 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爭 就會侷限在那裡 久了大家就習慣了 普丁他不敢發動世界戰爭 你放心 發動也沒有用 發動他一定輸 他一個打十個 你當他夜問啊 對不對 還是兩種可能 一種就是怎麼樣 他心裡想年紀也大了跟你拼了 另外一種就是他有課要嘛 那不然他幹嘛 他發動世界戰爭啊 他現在好歹還是個皇帝嘛 所以各位觀眾 你們不要去擔心太多事情 沒有用 我老船長也不會每天 告訴我的會員說 哎呀不行啦 這個盤要崩啦 外星人要攻打地球啦 我不會嚇我的會員的 因為我不需要利用這種 嚇三爛的手法 套牢的股票幾十檔 然後用這個賣掉這樣搞 我不需要嘛 對不對 我們泡泡龍賺錢 我們幹什麼 對不對 不是全壓就是中壓 那如何呢 好 那麼 我覺得啦 咎由自取四個字啦 好不好 股票市場就是這樣 你參加了投顧 跟了老師 你就不要挨啦 因為那個是你的選擇 就像很多人結了婚以後 偏偏罵我老公怎麼樣 吸老狗啊 或者是我老婆啊 賣的 你罵什麼 你自己要娶要嫁的啊 我最看不起就是這一種 那帶種就離婚嘛 我們是為了小孩 有一大堆啦 為了小孩 對不對 現在什麼年代了 你要 你自己所選擇的東西 你自己要尊重 然後你要去維繫 要付出 你不要老是去怪啊 一定是我老婆不好 我老公不好 你自己有沒有檢討過 人啊都很會檢討別人啊 很少人會檢討自己啊 會檢討自己的人 大部分都是在社會上 比較成功的人啊 我看太多了 對不對 很多投顧老師 很會檢討別人啊 都說別人錯 自己騙最兇啊 老船長 那你是不是在講你自己 我如果這樣 我節目說謊不死 我下十九層地獄 聽好跟你們沒關喔 不得好死 請觀世音菩薩作證 我發了十幾年的毒誓 就著我自己死啊 跟觀眾沒有關係喔 我這麼做是為了 讓大家知道 沒辦法 投顧業太亂了嘛 我開大門走正路 我是要幫助一些怎麼樣 交不起會費的 我不希望你們 控堪去你知道嗎 被人家牽完魂牽走了 那你現在空單 嘎死了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我的節目 有這樣的一個功能在 我希望是如此 導播 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 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投顧老穿帳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投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投顧 我們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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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 我們擁有 其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搶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 歸居多變 您需要 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讓您 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投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有空 不妨到新竹 城隍廟去走一走 老船長我們沒有信奉道教 沒有關係 尊重 或者去那邊吃一吃新竹的米粉 新竹的米粉 真的是比台北的好吃 我上個禮拜放假 我去拜城隍延 我就吃了米粉 那吃起來感覺真的好 也鼓勵大家怎麼樣 多去消費 對不對 你不信奉 像你不信奉天主教基督教 但是保持尊重的這種態度 是基本的禮儀 對不對 我說過你信奉宗教 我們東方人講得很好 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很多老師每一天在講 妹子良心的話 為了自己的利益遭收會員 然後會員血流成河了 然後每天還嬉皮笑臉 沒有關係 我相信神明會懲罰他的 我一直希望 而且我去拜城隍延 我都會跟城隍延說 盡量懲罰台灣的頭顧老師 只要說謊騙人的 包括我在內 你們不相信的話 可以約老船長去那邊 我們跪在城隍延面前 我們就講出來給城隍延聽 只要我老船長上節目 敢胡說八道 然後會員都血流成河 還在騙什麼天天漲停大轉 我就不得好死 全頭顧業大概只有我一個敢 誰敢 哪個敢跟我講 敢我馬上退出頭顧業 那老船長你為什麼這麼執著 要開大門走正路 我講過嘛 我父母親都已經在天堂 我這個 我做的任何事情 我不要丟我父母親的臉 我這樣告訴我自己 因為父母親 對不對 他們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 不一定要功成名就 但至少不要怎麼樣 讓父母蒙羞嘛 是吧 那各位看到這個 泡泡龍純喜 我這邊寫個純畫個圈 很多男性朋友 不要想歪了 亂七八糟 這個泡泡龍今天為什麼純喜 你注意看 很多的投資人自以為是 我們不需要參加老船長的會員 對不對 既然他看大好啊 是不是 我們跳下去買 等一下拉掌停索 嘎掉當沖就好啦 對不對 好啊 然後呢 買這裡 嘎這裡 輸死 收盤怎麼辦 當然是把老船長拿出來罵 死老船長 混蛋 對 你盡量罵了 沒關係啊 我不在乎啊 神經病 我有叫你當沖 我早就叫你買了 你不買 你一百四不買 一百五不買 你今天早上一百六十幾 你去追 你還好意思講 所以我顯得很清楚 就是修理當沖課 客氣什麼呢 投資不好好投資 對不對 每天在那邊 我跟你講 喜歡當沖的人 都是自以為是的人 你看那個私底下 我們很多朋友嘛 你看這個做人喔 做人處事 容易喜歡自以為是的 就會喜歡去當沖 而且都不是腳踏實地的人 這種不要看我節目 我不歡迎 我也不會收這種會員 你去參加別人的 別人天天漲停 你就去沖 不用嘛 你自己看手機 什麼股票快漲停了 你就追進去嘛 第二天有漲算你厲害 沒漲算你倒霉嘛 那你這樣子 你覺得你活得久嗎 你在股市活得久 我隨便你啊 我看幾十年了 沒有一個活下來的 這就是我常講 投資就是投資嘛 你明明知道泡泡龍 它的怎麼樣 會高配息 你也看到了 它的營收又怎麼樣 超標 那這種股票 你找找全壓 或是中壓 買好等就好了嘛 唉唷不能等啊 老船長 不能等 不能等就去撞牆 開玩笑的 這句純開玩笑的 以前黃金拍檔有沒有 張飛那幾個 哇 把人拖去撞牆 大家笑翻了 那也是戲劇效果 開玩笑的 不要亂七八糟 那老船長怎麼辦呢 你如果不愛聽我的話 你要當衝 對不對 那你就去自我反省啊 這樣講可以吧 好啦 那當然不希望你這樣嘛 因為你是我的 長期的觀眾支持者嘛 你怎麼可能幹這種蠢事 這種只有豬腦袋幹得出來啊 每天在想說 你看我九點零五分買齁 啊我十點嘎掉 我就可以賺多少錢 哇還要去上班幹嘛 那各位觀眾這種心態 就是你的大魔頭 已經怎麼樣 進入你的身體裡面了嘛 你的心已經被魔鬼佔據 才有這種想法嘛 對不對 那如果人人都這樣子 就好啦 是不是 那每天成交量 不用什麼三千億 就一兆啦 過去中國股市就是這樣子啊 哇妖股滿天飛 很多人都進去啊 結果最後都掛掉了 現在成交量都萎縮了 很多東西是一時的 它不是長久的 我的節目是告訴你們做長久的 你現在要買什麼股票 對不對 當然這只是講一講 大家不喜歡台積電嘛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台積電的空間其實超大的 我也相信它會再上來 就講完了 但是一張六十幾萬 哎呦大牛股大家不喜歡 那沒關係嘛 我們就這個嘛 對不對 2603嘛 泡泡龍嘛 你看到沒有 這個多漂亮啊 今天 洗啊 你看它12345 還下去138.5 一堆人殺災啊 呆骨笑死了又爬上來 今天最高又16幾 但是我認為今天不會上去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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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什麼玩笑啊 這些當衝客都進來了 主力拉給你們高興 老船長何以見得 所以你們就不懂 主力他沒有大買的時候 他看到很多人衝進來 他就問自己一句話就好 這不是我買的吧 不是啊不是是別人買的 修理啊 你聽懂吧 哇大量誰買的 他自己買的就上去就鎖啦 這樣各位懂意思 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伸斗小明 找找買好等他啊 那主力為什麼要拉 主力要拉 他是拉給他自己 以及怎麼樣 他洗不掉的人 你聽得懂了吧 洗啊洗洗不掉怎麼辦 人家就長期投資了 那主力永遠都不要做了嗎 不可能 他要洗的是當衝客 短線客嘛 那你長期投資的 他也知道洗不出來嘛 但是呢 光把這些當衝客的 短線客洗掉就夠了嘛 那他這樣子拉 他自己買最多 往上走 他滑不滑的來 他自己不會算喔 喔這個配息不得了 算一算喔 投資報酬率十幾%欸 股價怎麼樣 隨著營收跟獲利 又比去年好 那就有機會挑戰這裡啊 那你覺得主力在那邊大買 滑不滑的來嗎 所以有些東西是用智慧去判斷的 不是像蟒夫一樣 哎呀這個盤要崩盤了 大家趕快股票賠賠出光啊 他絕對在節目上說 他們空手放空 不敢說他是血流成河認賠啊 敢講實話不敢嘛 光看宏達電就知道 殊死不用留柱子嘛 熟悉沒老足跡嘛 對不對 但是我說人在做天在看 人在說天在聽 騙得了那些豬腦袋會員 騙不了我股海老船長 開玩笑我什麼咖啊 我在股市多少年了 這些投顧老師怎麼騙我會不知道 一看節目就知道 會員都輸死了啦 不要騙啦 對不對 講了什麼盤 哇鋼鐵股長馬上說鋼鐵好 對啊 全部又套在這裡了 鋼鐵好不好不錯啊 那我再問你鋼鐵會比貨櫃三雄好嗎 這個問題問豬就好 不用問人啊 老船長說的也是 好像貨櫃三雄比鋼鐵好太多了 那你買鋼鐵還是買貨櫃啊 東西有的時候你判斷不出來 用比較的就很明白啊 對不對 比如說你找個醜八怪 然後呢你再找個仙女 你找個男人正常男人來問哪個漂亮 就知道了嘛 對不對 或是你找一個長得還不錯的女生 對不對 旁邊再找個笑花站在她旁邊 哇那個長得還不錯的就被比下去了嘛 比較 對不對 人家說貨問三家不吃虧 什麼叫做股市專業 就是分析師他會把所有的股票對不對 做一個篩選比較 然後最後告訴會員說 我們要買哪些股票 這樣才對嘛 而不是篩選完股票告訴你說 我們來買虧損公司宏達店 所以你們參加會員的第一天就應該知道了嘛 你自己就要小心走上歸零高之路 這幾個月下來 我提醒大家 很多觀眾對不對 不是我的粉絲 是大魔頭的粉絲 還跟我對坐 還罵我 沒關係啊 你盡量你就準備去找工作嘛 心速要正 對不對 如果有一天 宏達店轉虧為銀大賺 我第一個帶會員買宏達店 為什麼 我們要給人家掌聲啊 人家由虧轉銀的 不應該給人家掌聲鼓勵嗎 對不對 我還行動支持 因為由虧轉銀的股票會漲很兇 對不對 不是嘛 虧損大王嘛 年年虧損嘛 從一千三百多塊跌到三十幾塊 然後這邊炒一個元宇宙的題材 對不對 就可以這樣三倍喔 你公司怎麼賺錢 有沒有 有啦賺鴨蛋 營收衰退了 只有二月稍微好一點點 那又怎樣 那又怎樣 那你賺那一咪咪好了 給你不虧錢 賺一毛好了 那你憑什麼股價 六十塊 台北股市二三十塊的股票 賺一大堆錢的EPS很高的 麻麻喜 對不對 投資人的那種心態跟水準 也是喔 我覺得有的時候 常常也是 可疑的 但是有時候 不是不報時後未到 我平常講人家都不甩我 老船長你什麼東西啊 人家元宇宙你懂什麼 對啊 我講你不甩我 現在甩不甩 現在甩我也沒有用嘛 不要發生事情的時候 才知道自己跟錯人 買錯股票 懂嗎 我告訴你啦 長榮還沒有掌停鎖的那一剎那 你都覺得說無所謂 來看清楚這一張 不要等到 人家宣布配發鼓勵了 受險基金什麼都衝進來的時候 當天直接開掌停鎖的時候 你再來後悔 連我都不能幫助你啊 對不對 對不對 要做泡泡龍的 你今天就打電話進來 就對了 因為會改變你的一生 現在開始撥打 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